千万超跑实在是买不起哦 很多人如果是用租的 但是因为不熟车况 导致意外的事件频频传出 因为超跑跟一般的车辆性能差的很多 像是排挡杆在方向盘 马力还有扭力都比较强 必须要拿捏踩油门的力道 甚至呢开超跑还有所谓的完美气候 都是租超跑之前必懂的知识 外星酷炫的千万跑车 属于要有一定的精进能力才买得起之外 体能状况呢也不能太超 否则很容易发生意外 想感受超跑这沉稳的怒吼买不起吗 有人选择用租的花个万把快过过瘾 但最好先学习怎么开超跑 第一关先练好体能 像是这辆超跑的最大扭力达102kgm 等同F1赛车是一般轿车三倍 转个弯却没体力会被甩出去的 弯道的时候你那个离气力本来就很大嘛 那你本身身体不好的话会造成晕眩啊 一些失去知觉的话蛮危险 一启动超跑时间消失踪影 670匹的马力 主车新手可别以为能尽情加速 油门没拿捏好就会爆充 租出大的话你几乎在一猛踩的话 车子马上就会失去控制 另外像是超跑的排挡杆在方向盘上 右边升挡左边降挡同时拉为打空挡 和一般传统的排挡杆的位置也不一样 开千万跑车很拉风 钱砸不下去许多人花个上万元租赁 除了先熟悉车况避免下雨天行驶 在30度的薄油路面上才是最佳的行驶环境 要享受急速的快感呢 最好是像我们的龙哥一样 受过专业的赛车训练 不然就像我一样坐在副驾驶座就好 比较安全 以上是周年新闻成功 热圈日游在台中的采访报道